目前有业者规划在花莲寿风乡丰平村部落 设置26公顷太阳光电开发 在10月底的时候资商同意投票留会之后 近日再度进行投票 而最后在争议中以50票过半数通过表决 成为寿风乡首件获得原民资商同意行驶的光电开发案 新生光电开发案 10月31日进行资商同意投票 留会之后11月28日再度进行投票 并且通过 但当天部落会议主席曾有要求厂商说明回馈机制 以及回馈金起算日 起算日期部分为达成公式继续进行投票 引发族人强烈的质疑 我虽然看到这个当地人在行使资商同意前的这个票数开出来 是还有一点点的一个瑕疵 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一些质疑 代表会这边有一些质疑 就是说在行使资商同意前的同时 地方政府应该是用辅导协助在文书处理的部分 而不是去主导 在这个部分当时主席跟厂商一直没有达成一个共识 因为厂商也没有办法去做主 那后来主席跟延民客这边的客长交额不知道在说什么 所以到后来有延民客客长主动宣布继续行使资商同意前的投票 这个瑕疵就是在这里 未来每年提供25万回馈金 公所10万 丰平社区发展协会7万5 开发处部落7万5 需向公所提送计划书才可动之 但其余项目待正式上路之后再列入营运计划书进行讨论 针对新生这个案场我们会回馈给受风相跟相关的村落跟部落的 total的金额是就是25万 不管是成不成我们都很欢迎就是说 在地的居民提出他们的意愿跟他们的看法 不会因为说案件通过之后 我们就觉得就是说把这种沟通的大门关起来 据统计风平村有392户 包含开发处部落的102户 部分居民对于光电开发案仍然是存在疑虑 它是紧淋在云山水旁边26公顷 它将会对我们的比如观光也好 环境也好造成多大的影响 村民他们也非常的恐慌 尤其它有一些成租地还有林地的这些村民更加的 他们更加的害怕这样子 由于风平村是农产观光并存的地区 每年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游玩 去年也曾经受到浦风事件的影响 一度发生生态危机 本案件的开发预计将在12月5号 前往风平社区再度召开说明会 寻求全村居民的认同 而未来开发走向也引起在地居民高度的关切 记者林杰收风箱采访报道 字幕真正落 声音乐